怎麼樣分析 2026新北市 黃國昌到底有什麼出路 他有可能拱到說 啊 侯友宜你就提劉和然 然後我黃國昌就循高宏安模式 來南瓜吸收國民黨的票嗎 這份民調真真假假 大家不用太介意 但是這份民調新聞的出現 才是大家應該觀察的重點 民調內部內參滾動 大家隨時都在做 重點是為什麼會在此時此刻 這個新聞跑出來 為什麼 誰放的消息 有這份民調 顯然不可能是黃國昌放的消息 他怎麼可能會去放一個 只有13% 這對他太不利 肯定是國民黨那邊 把他放出來了嘛 藍營那邊嘛 那誰有這份民調 當然第一個 中廣 趙少康 民調他做了他有這份民調 第二個 內參的人 送去參考的人 委託他的人有這個民調 那此時此刻你把他放個獨家出來 你要幹嘛 藍營有人要殺黃國昌嘛 啊 載昌起義了啦 就是藍營裡面有人說 黃國昌你不要太得意耶 嘿 你現在氣焰很高啊 我放一個你13%的民調先嚇嚇你 這就是藍營的意思啦 所以我說柯文哲跟黃國昌 在政治上面 最大德天真的判斷 就是他們以為國民黨是好人啦 這兩個人的個性就是典型的 沒遇過壞人 出社會以來沒遇過壞人 所以以為自己 橫著走 直著走 對不對 北至薩燕嶺 南至真母暗殺 西蟲噴赤河 東到烏樹里江 黑龍江交界 全部橫著走 哈哈哈哈 那有一天遇到壞人的時候 你就知道吃虧嘛 你看喔 你仔細去回憶 整個總統大選過程裡面 柯文哲 他邁向他的總統之路 一開始他是從台北市政府起家 2014年 誰讓他從台大醫院地下室 走到台北市政府 民進黨全黨幫他 平心而論 當時真的是這樣啊 我們看過2014年那場選舉啊 民進黨整全黨上下之力 把柯文哲一個素人 直送台北市政府11樓 結果後來柯文哲怎麼樣 逐漸的覺得 民進黨這邊 他覺得已經不夠用了 他要往中間移 他要往藍移的時候 他等於是把民進黨 一腳整個踢開掉嘛 跟民進黨決裂嘛 他覺得他要去挖藍營的票 這樣他又有淺綠票 又有淺藍票 他就成為最多票 結果你看到後來喔 到了2024年的總統大選之後 藍營發生什麼事情 柯文哲來 你當副的 簽六點協議 你簽不簽 好你簽了之後 你就當副我簽六點協議 後來你反悔了之後怎麼樣 藍營開始殺柯文哲啊 殺的超大力啊 殺到現在殺的更大力 我告訴你柯文哲的三大案 五大案啦 台北城南國 全部都是國民黨殺出來了嘛 沒錯有所謂領軍 對不對 好在這全部裡面你也看到了 這就是柯文哲遇到壞人 遇到國民黨啦 國民黨的性格就是這樣子 要嘛你臣服於我 你不臣服於我我殺你 國民黨的這個性格 我有遇到一個會轉彎 遇到共產黨會轉彎 國民黨我有遇到共產黨會怕 哎呀不要這樣子啊對不對 但是在台灣內部 國民黨對待那些頭籃 尤其是油律轉籃的人都是這個樣子 那好啦現在輪到黃國昌嘛 黃國昌2014年素人的崛起對不對 成為了太陽花運動女人的明星之後 踏入政壇 我請教你 是誰全黨幫他選上立委 蔡英文民進黨嘛 當時大家可以去查資料網路上都還有 蔡英文去戲子幫黃國昌服選多少次 蔡英文跟黃國昌同框合體拜廟演講多少次 蔡英文跟黃國昌 蔡英文跟黃國昌合掛了這些所有的看板裡面 那黃國昌一出道立刻選上立委 而且他的黨時代力量黨還有五席的立委 結果後來呢 黃國昌想要再擴張的時候 第一個殺民進黨 他要挖綠的票過來嘛 那現在呢 他要想要起新北市長大位的時候 他繼續往南靠攏 跟傅崑奇有這個摸頭之遺 對不對 然後呢跟國民黨呢 有這樣子眾多的好來好去 甚至連不當黨產條例 他都可以妥協 他都可以放水 啊 國民黨不要再搞了 這樣不好看 有人會看到黃國昌老師沒有來 有人會看到黃國昌老師沒有投票 這些全部付出之後 你看國民黨現在怎麼對黃國昌 放他13%的民調出來要殺他 叫他不要太得意忘形 這就是國民黨耶 這就是國民黨耶 阿苗其實我某種程度啊 還蠻支持黃國昌去加入國民黨的 跟國民黨走在一起 為什麼 是因為黃國昌他是一個職業關燈人 他關了很多政黨的燈啊 所以他如果 加入國民黨之後 他會先關民眾黨的燈 然後呢加入國民黨之後 再關國民黨的燈 哇天下太低了 毛澤東做不到的事情他做到了 對 超越毛澤東的男人 不是出的政治奇才 但是我真的是啊 不要對國民黨太天真了 實際上他們就是這樣子的一個性格 那你過去呢沒遇過壞人 你以為大家都像民進黨一樣這樣的性格 但是當你遇到國民黨的時候你才知道 現在呢 不知道是趙紹康還是侯友宜還是誰啦 唐老捕蠶黃雀在後 國昌老師你的背後 有一隻國民黨的黃雀 正在對你虎視眈眈